主席 阿佛看不到 大家可以站邊嗎 右邊 看到沒有 好 謝謝 可以了吧 香港人 現在正在面對 來自官方 來自警方的恐怖襲擊 大家正是看昨晚 在太子站 港鐵 車廂來的一役 你就看到 是警察 真的是 大家是完全百分百 清晰玲瓏 看到是警察 是完全任意 亂打一通 打市民的 連小孩子都打 我們看到太多的新聞 畫面 新聞 圖片 警察 竟然 是仍然否認 說他不同意 有警察打人 這個說法 反過來 他會說 是示威者 襲擊市民 這種天理不容的 說謊 真是可恥都沒有極限 而第二點 就是警察 他們現在承認 當然 一定要承認 就說是假扮示威者 他竟然有全副的警察裝備 包括是警槍 是被示威者識穿之後 自己開十彈的槍 各位 昨天有縱火 有破壞的行為 全部都是物件 是 但是 究竟誰是破壞者 誰是真正的縱火者 香港人要大聲清楚 質問警方 他就不可以只是說 這個是我們警方的行動細節 是不便透露 現在香港警方 製造出來的恐怖 是違反人倫的一條罪行 是Crime against humanity 香港是進入人道危機的狀態 是進入了很久 但是昨天 831 2019年的香港 是香港有史以來 最難忘 是最恐怖的一夜 我希望林鄭政府 自己看清楚 然後林鄭你真是 你第一件事要出來 是辭職 謝勢 你不可能再這樣 躲在口 躲在警察的暴力之後 831 一定一定 一定要有 我們 百分之一百 是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這個是比 我們元朗的襲擊 是更加恐怖百倍的 我相信所有在昨天電視畫面見到這些景象的市民 是簡直是憤怒到最高點 昨天在太子站那些是恐怖襲擊來的 是行形式的 大家看看 警察 是在太子站裡面 是用行形式的方法去打 打到一些市民 是普通的市民 都是完全 是沒有 還手私利 這個是和7月21號 在元朗發生的無區別的恐襲一樣 香港人會問 究竟警察和黑社會有什麼不同 警察 還比黑社會更加嚴重 因為它是有槍 它是有牌 它可以是砌生豬肉 甚至它可以是主動去做出一些事件 在昨天 和在很多地方 一些同事都會講 包括將軍澳其他的地方 香港人是見證 是一些恐怖襲擊 我很記得 這個政府 林鄭是說了什麼 她說暴力不會解決問題 要止暴制亂 現在最大的暴力 是政府本身 是林鄭她包庇的警隊 昨天警隊的所作所為 是令香港人憤怒之餘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是哪一個做的 在這麼多的縱火定石 甚至很多的 是針對警方的暴力行動 我們有理由相信 是沒有法子排除 警方自己臥底去做 去攬炒 去肉食俱焚的是政府 是警隊 以及是林鄭月娥 在五年前的831 我們沒有了 是林鄭月娥 她做這個組長之下的 民主自由政制 在2019年的831 我們沒有了 集會遊行的自由 以及我們沒有了 免於恐懼的自由 今天的香港人走出街 最怕的就是警察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警察會打下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 警察走來 就說你 是阻差辦公 是說你 是在這裡阻礙他 然後他可以打你 甚至他做出很多的行為 昨天最令我傷痛的就是有一幕 那些急救員 是跪了在那裡 要求讓他下去太子站 去為一些受傷 昨天有幾位 根據報導 最少五位是嚴重受傷的人 是去做急救 警察是可以 完全不理 繼續讓他們流血 繼續讓他們受傷 這些是可恥的行為 和禽獸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一定要譴責 還有最後一點我想說 現在很清楚 警方 所謂所有的投訴機制 監警會 全部是沒有人會信的了 今天警方可以為所欲為 是做到 是知法犯法 如果我們沒有獨立調查 我們不能夠 是保障人身的安全 還有最後一句 林鄭 你沒有資格再留這個位 他是一定要離開借勢 在那裡很嚴厲地強烈譴責 昨天的特區政府和警隊 是完全違法違規 濫權濫捕 去到對待我們的香港市民 包括一般市民和示威者 昨天很明顯 剛才我提及到 我們每一次行動之後 其實都會發現 有一些認識比較可疑的人 有機會是臥底警察 每一次警方都予以否認 我們知道 我們運動中的朋友 都是很避免提及這一點 就是說不想所謂捉鬼 我不是在這裡要鼓勵捉鬼 但是我們就算不是在場要捉鬼都好 我們要保持一個最高的警覺 因為我們警隊 是無所不用其極 什麼都做得出 昨天的情況 我們見到大量的臥底警出現 違法去拘捕 沒有顯示自己是警員的情況下 有些就手持配槍 有些就沒有手持配槍 去到拖行一些示威者和市民 到底這些是不是警察來的呢 他有沒有權這樣做呢 不但我們見到有臥底警 開了兩槍 警方終於認了 開槍沒得不認了 有彈頭 另外在維園邊塞 也都有警員 無故地 向離開的市民 開冷槍 開個胡椒球彈 應該就是 這些行為是什麼行為 完完全全 是一個違法的爛仔所為 現在已經去到那個地步 我們不相信警隊 民無信不立 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塔西陀陷阱 警隊說什麼 我們都不相信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經常都用大話 蓋大話 每一次被人揭破了 他是錯的 違規的 違法的 講大話 他講一個更大的大話出來 去到掩飾 但是 昨天 那個 太子站的情況 其實就是7月21號 元朗恐襲的翻版 加強版 因為上次 是黑勢力去做 今次是警察去做 昨天打我們的市民 你見到 是無差別的 很多穿普通便衣的市民又打 穿著示威服飾的市民又打 但是 我想提醒警察 昨天Madam You出來講 他講 那些 是 示威者 扮市民 這個真是好笑到不堪的笑話 也是另一個大話 蓋大話 示威者都是市民來的 他入到去 如果他有犯法 你就按警例 去到拘捕他 他沒有犯法 你沒有權打他的 穿著普通衣服的市民 你就說他扮市民 打完之後 找個大話來掩飾自己 可不可恥一點 每一次都這樣 有沒有需要 救護員要入內 救援不給 大量的白車 及後來了 幾個小時在門外 你都不給受傷的人去醫治 硬要夾他們回帝之國先 為甚麼 有甚麼不見得人 是否害怕 你的醜態 被市民大眾看到 就是濫打市民 昨天那個絕對是一個 不能接受的狀態 是一個警察瘋狂地發洩情緒 濫權的狀態 跪在那裡的市民 被一個打傷的市民 毫無攻擊力 他憑甚麼繼續對他拳打腳踢 去到出棍打他 憑甚麼繼續噴這個胡椒噴霧 完全違反警隊 所以我們都要追究到底 好 我強烈譴責 特別政府 是縱容 偏袒 以及維護 這個警隊 以用武力去毆打市民的 和我們見到 在車廂裏面 事實上 一班的市民 他是手無串鐵 他坐在那裡 警方 警方 竟然間用這個胡椒噴噴他們 甚麼需要呢 他沒有任何的抗拒 你根本如果要抓的話 隨時可以抓到他們的 為什麼 還要亂打他們呢 為什麼還要令他們 頭破血流呢 你們解釋 他有抵抗 他有反抗 他有反抗 其實怎麼反抗 你是人多過他們的 怎麼反抗 還有 你們說 你們警察 有專業的能力 可以分別到市民 或者是示威者 你真是講一套做一套 你立亂打人 連市民也打了 連小朋友也打了 你都會流血了 怎麼解釋一件事來講 所以呢 我奉勸大家 不要再信警方任何的辯解 今天她不能再辯解的了 而林鄭 在一百七十萬人 和平示威底下 她竟然說 要建構一個平台和大家對話 原來是轉移視線 原來她有陰謀地 有計劃地 有策劃地 去嫌打嫌拉 要盡量去打我們群眾 是沒有回應我們的訴求 今天 我們在這裏再次強烈 和林鄭講 除了你要下台之外的話 是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解救現在這個處境的了 雖然 我們講了很多次 你不聽我們講 但是群眾 仍然是會 用我們的行動 來要表達這個訴求 五個訴求 你一定回應之外 還有就是 你要為這件事件 為所有受傷的市民的事件 不單要道歉 而是以下台來自協的 沒事 一開始的時候 我首先想代表 專業議員 有幾位議員 今天他們來不了 但是他很想我 是跟他們 是代他們 是說一些說話 首先李國倫議員說 2019年8月31號的地鐵 香港人不會忘記 梁繼昌議員說 強烈譴責 今次警方 在地鐵站的暴行 莫乃光議員說 今後 地鐵 對於香港人而言 已經不再一樣了 各位 今次的衝擊非常之大 很多市民都沒有辦法 是會忘記昨日發生的事 昨日發生的事 是警察衝進去地鐵 甚至去到列車那裡 打市民 打市民 他們說他們是打示威者 我們知道 也有很多普通的市民被波及 但是我想問 就算那些是示威者 你就可以這樣打他嗎 那些示威者有沒有打你 有沒有逃走 有沒有反抗 他們來不及做任何事的時候 我們的警察 已經揮棍相向 這個 符合 警例嗎 我想問的是 是 在就快開學了 很多警察 擔心自己的子女 受人欺凌 被人欺凌 被人欺負 只要他們將心比己的話 他們是否應該可以好好地對待別人的子女呢 那些全部都有他們的父母的 那些不會傷心嗎 為何那些的人就要被你打 昨天我們見到 雙方示威者和警方的武力都升級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香港其實已經很慘 但是到了昨晚出現的情況 我們更加沒有辦法可以忍受 我是反對暴力的 無論示威者也好 無論警方也好 我都不希望暴力升級 但是我們見到 如果警方繼續這樣做下去的話 雙方的使用的暴力 只會繼續升級下去 這個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難道警方覺得 昨天做完之後 所有的市民就會被他們震懾了之後 不會再出聲嗎 這樣的行為 只會消致更多人的憎恨 而憎恨仇恨 只會帶來更多的衝突 我在這裡 要求警務處 的領導層 處長也好 其他的領導層也好 在這件事上面 公開向市民道歉 進行調查 如果你已經覺得 失控的話 請你辭職 你如果做不到事的話 我希望 你負起責任 如果你能夠做到的話 你現在就是非常關鍵的時候 要重建警隊在市民的信任 我覺得不可能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而政府也不應該 繼續把警察和市民綁在這裡 是繼續任他打雷 最後 是政府必須要 負起他的政治責任 回應市民的訴求 我再說少少一 明天就是開學 明天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開學會相當困難 很多老師也好 同學也好 所有人都有很強烈的情緒 我希望我們的老師 能夠保持冷靜 自己想辦法舒緩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請專業人士幫忙 我們一起去克服 明天可能出現的種種困難 多謝各位 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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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議員 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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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想著沒有你的編號,追究你不了,就可以這樣濫用武力去對待香港市民 這些賬一定會記在香港的歷史上 我們希望盡快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的暴力 如果沒有獨立調查會的成立,我相信警方繼續是會有此無恐去濫用武力去襲擊我們香港市民 昨晚香港是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是浩劫 全世界看到的是一班穿著制服,自命是警察的恐怖分子 衝入地鐵那裡,無差別去襲擊香港市民 是不折不扣的恐怖襲擊 恐怖分子的首領盧偉聰是難辭其咎 什麼叫做市民扮示威者 是不是市民去過示威就不再是市民 是不是去過示威就可以被警察去任意襲擊 就算是參加過示威,參加過非法集結 你有證據可以將它乘之於法 不是無差別的襲擊 近日根本警察不當示威者是市民都不得止 是不當示威者是人 警察用蟑螂去稱呼示威者 用臭雞去罵女示威者 這個是被納水法西斯當年說猶太人是老鼠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因為他已經不是人了 你怎樣去打怎樣去殺已經不需要留守 不需要留情不需要用任何人道的考慮 盧偉聰你看著事件發生這段日子 是一句聲都沒有出過 是縱容 是默許 甚至是 守肯 警察的所作所為 才有昨晚的恐怖襲擊發生 林鄭月娥都是同謀共犯 不要以為可以置身事外 就是因為林鄭一直拒絕 堅決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令到警察是再沒有有效的監察和制衡的機制 令到他們有恥無恐 肆無忌憚 無法無天 這樣去襲擊市民 有外國朋友問我 他說香港是不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對不起 香港再不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外國的領事叫些國民 不要去一些有機會發生示威的地方 昨天你可以說是港島區 但是恐怖襲擊施殺列車 是發生在太子的 被去哪裡啊 我們街坊回到將軍澳 回到坑口家裡樓下 都被警察拳打腳踢去 渴罵 點幾宗 什麼暴動 什麼非法集結 不是回家 不是下街照顧子 不是被你吵醒下去 去看看什麼事咩 點避呀 點避呀 Sorry Hong Kong is no longer a safe city anymore Not only the protesters but also the citizens reporters First aiders social workers and tourists will be attacked by the police and tourists Please save Hong Kong 最後我希望 全世界 美國 英國 歐洲 澳洲 加拿大 所有國家 一定要監察 甚至派員監察 香港現在的狀況 現在香港是面臨一場人道危機 請世界各國 用你們所有的方法 向特區政府施壓 譴責 甚至是制裁 請大家救救香港 好 好 好 本來警察是 應該 維護安全 維護公共秩序 是給人一個安全感 我們的公共設施 好像地鐵 或者是一些商場 也都是給人家 一個喘息 一個安全感的地方 但是現在這些安全的標誌 已經一一被這個統治者去剝奪 我們現在香港市民 是已經沒有辦法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些安全島 就是讓市民 任何身份 任何政見 任何看法的市民 他可以在這些地方 進行他的一些 起居飲食 他的基本的社交 他出外 但是當這些地方 我們都假設是安全的地方 都變成戰場 都變成隨時可以 血流披面的時候 究竟香港人 還可以在哪裏 而當這種的撕裂 這種的仇恨 繼續支掌的時候 我們下街 大家 一言不合 會不會就 動起手上來 整個社會 去到一個 一觸即發的場面 究竟這個政權 要怎樣 破壞香港 還要香港人 在一個這樣的恐怖生活底下 是生活多久 所以我呼籲 第一 警隊麻煩你 立即撤銷你的臥底 行動 你所謂的臥底 已經破壞了所有的互信 就算你口中的暴徒 所進行的任何的暴徒的行為 究竟是不是你自己的臥底做的 我們沒有辦法分得清楚 第二 絕對不能再拖延任何的救援 我們見到已經很多次 昨天更加嚴重 是消防的救護員 被阻燃去進入地鐵站 進行一些急救的工作 不要說一些自願的急救者 第三 我要求 麻煩這個特區政府 立即指示所有的警隊 不要再進入一些公共設施 給回一些安全島給市民 就算他們參與遊行示威 不是等於他們是暴徒 也都不等於可以隨便送警察進去 亂打人 再這樣下去 香港撕裂 民鬥民 我們香港玩完 你特區政府是不是很高興 中央政府是不是很高興 我今天不會再講 或者我以前都沒有講過 就是講警察 就是政府和市民只是磨心 其實今時今的警察是一幫暴徒 昨天他們所做的就是一些暴徒行為 他們在太子站裡面 去擊打一些普通的市民 這個警察的警司余海軍 在記者招待會跟別人說什麼 他講說同事的決定 是正確合理 他說是用適當的武力拘捕 不同意入車廂打人 你自己看一下片段 是非不分的余海軍捉擦 搞錯 代表警察說的是非不分的事情 不要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說一些含血噴人 說一些事情 是完全扭覆事實的 做公共關係 不是做到你這樣 今時今日 見到香港警察是做些什麼呢 在銅鑼灣 我想說 大家都評論了很多關於太子站那件事 講一下幾樣事情 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在銅鑼灣的渣顛方 有一個普通市民 只是對著速龍 去宣讀警察誓言 警察誓言說什麼呢 就是你不應該對人說有惡意 接著那群速龍馬上圍他 抓他 他說你才有惡意啊 市民 然後旁邊有一個警察就這樣回他 他說 這群人是蟑螂來的 不要理他了 我再在這裡警告所有警員 凡是所有 任何稱呼其他人是蟑螂 是臭雞 這些人身攻擊的警員 你們都是好像 萬必所講的 是犯下納粹主義開端 凡是用這些講法的人 你們 嘗試拿去聯合國講 看別人怎麼看你們 搞錯啊 這樣亂抓人 第二樣亂抓人的 就是當些人開始 完略去凌晨一點幾兩點左右 不斷在各區 是出現了兩個問題 一 封了那些地鐵站 太子站那裡 有一件事 大家都看得很心痛 是那些急救員 見到你們那些人 是有些人受傷在裡面 封了那閘 不讓人進去救 連救護車 救護員又不能進去救 不只 你們那些警察 是做甚麼呀 有一幕呀 是那些警察 叫救護員 面壁呀 三個人面壁呀 做甚麼呀 打靶嗎 是不是要找他們打靶 不讓人救 已經是反人道了 跟著在各區 柴灣站 坑口站 是有很多人 是走著散場 你就不斷去鬥那些市民 鬥了那個區議員 有位區議員 徐梓健 在柴灣那裡 又被人抓 是亂抓的 去到今早早 有些人搞示威物資那些 其實又被人抓 其實今早又是一宗 就是我想說 你們自己 就算是你們的角度 你想想想 這班人你抓了 你全部都送去法庭了 有甚麼理據呀 但是 這班人被你抓了入去四十八小時 他們就是受你們的私刑呀 在裏面有幾多人被人打 不知道呀 在幾多人 是被你們 用守身的方式侮辱 是不知道呀 停手啦 你們這班 暴徒 我講的是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香港人士 現在會受到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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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被警察 警察 警方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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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on an MTR train at the Prince Edward station was blatantly clear through press footages and photos and police would still dare to deny that such happenings have ever taken place that the police were beating up ordinary citizens most indiscriminately including they did including young kiddies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undercover police disguising as protesters were out there complete with police weapons block 17 or 19 pistols and yes they did admit that the police said when they were caught when they had a fight those undercover police at Victoria Park they did fire two rounds of real bullets what's happening to Hong Kong Carrie Lam the so-called city leader is now hiding has been hiding behind police brutality and she thinks by rounding up by massive you